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一起阅读第一册第六课的课文 Ecology Ecology就是生态的意思 所以这一课呢是要讲跟生态有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的标题 The Real Price of Plastic 就是塑胶袋 真正我们人类使用塑胶袋所必须要付出的price price本来是价格 这边应该要翻译成代价 就是人类使用塑胶袋过多使用塑胶袋所要付出的代价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的上面这个部分有一个reading strategy 叫做making an inference inference的意思就是推论 那其实我们从刚刚的推测或者推论 我们从刚刚的这个课文的这个标题以及主题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大概这个文章呢 应该是整个主旨应该是在讲跟海洋相关的 而且可能是跟环境保护相关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阅读的技巧 reading strategy 就是不是所有的 not all information directly stated in the passage 不是所有的文章的所有小细节 小讯息都会直接的在文章里面说 那通常我们读者呢 就必须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 我们可以去从字里行间去推测 然后这个大概是在讲什么 所以例如我们刚刚在做的就是推测 就是我们可以光从标题跟主题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一篇文章 大概主旨是在说什么 这就是inference 就是阅读一个小技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plastic is cheap and convenient 就是塑胶其实很便宜又很方便 in fact people today use lots of plastic items every day 这里有一个片语叫做in fact in fact的意思就是事实上 也就是我们英文讲actually 或者是as a matter of fact 就是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每一天呢 我们都用很多很多的plastic items plastic item就是塑胶的制品 每一天都有 maybe some are used 很多塑胶制品被使用的时候呢 just once 只有一次 and then become trash 然后就变成垃圾了 for example every week Americans throw away 350 million plastic bottles 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个片语叫 for example 举例说明 那这个举例说明的英文 还有另外一个 呃 片语也可以代表同样的意思 那就是for instance for instance 那for example跟for instance呢 他们的用法呢 其实他可以放在聚首 就是像我们课本这样子使用 但是要记得他的后面必须要有逗号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锯中 好把它插在锯子中间 呃 然后在两个子锯中间也是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在锯尾 好 放锯尾 然后后面就for example 然后据点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那他说呢 那举例说明啦 每个礼拜 美国人 他会丢掉 throw away 丢掉350 million million是百万哦 的塑胶瓶 those are not 光是这一些 那这里的those指的呢 就是这 刚刚讲的这个 塑胶瓶的数量呢 就足足够你去 circle the earth 这个circle是当作动词 就是环绕地球 环绕地球 呃 绕圈圈环绕地球 几次呢 five times 这个times呢 表示的是次数哦 次数 比如说 呃 你们讲 Susan goes to the gym three times a week 这个three times the times 表示就是次数 what's worse 这个what's worse 就是更糟的事 呃 更糟的是呢 一样就是一个 片语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锯手 然后斗电 他说更糟的是 more and more plastic trash is ended up in the ocean end up sea 我们这一颗一个很重要的片语 那我们知道它的后面呢 可以加ing 那也可以加所谓的接系词 呃 在家地方 或者是加名词 那这边就是说 结果最后 就是你用了这么多塑胶评 那最后呢 它就是呃 结果最后一点居然就是 被丢在海洋里面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接系词 片语 或者是名词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Jason以前很有钱很有钱 最后哪里知道就是 Jason ended up used to be really rich right? super rich right? but ended up 最后居然就是 backing on the street 好我们就用那个安居 或是ended up but ended up in prison 最后居然说监狱了 这是令人无法预料到的 所以你用end up的话 一定要跟前面你所期待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说呢 这个很多这个塑胶垃圾啊 最后居然到了海洋去 and this has caused 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 造成一个环境的灾难 causeing or a disaster right? 就是环境的灾难 Here is Here is how this happened Here is the how this happened 这个句子其实是导装句 它原本应该是 How this happened is here 好那为了要强调说 接下来这个就是 这件事情怎么发生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导装句哦 它其实是一个导装句 然后再用这个冒号呢 在这个冒号呢 来说明就是发生的情况 然后再用冒号来发 再讲这个发生情况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雨水啦 Rain water carries plastic liters from street into the river 就是说首先雨水会把这些塑胶 我们丢的这个塑胶垃圾 Plastic liters liter就表示你丢弃的物品嘛 那就是说这些雨水呢 会带着 carry 带着这个 吸带的这些东西 那从哪里吸带呢 from street 从街道上吸带 可是带入了 carry from a place into a place 从哪里带入哪里 就是从街上 然后带到海洋去 那么这时候呢 the river 因为这个河流呢 它最后会跑跑跑跑跑 run into the sea 会进到了这个海洋 所以这个潮汐呢 tides 它们也会take take plastic trash 就是跟我们刚刚讲 rain water一样 就是tides跟rain water 是一样 它们一样会带着这个 说叫垃圾 从哪里呢 from the shores 就是从这个海岸 然后进到了 into the ocean 所以into就是有表示进入的意思 进入的意思 除此之外呢 more over 那这个more over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besides 还有就是in addition in addition 就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之外 那英文还有另外一个字叫furthermore 这个也是除此之外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more over 它的用法呢 就是如果放在句首呢 当然就是必须要就是漏点 然后再加一个子句 那除此之外呢 plastic is also fed into the ocean by trains 这里比较有一个字 有可能要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fat 这个字呢 是来自于动词feed 那feed这个字呢 它本身有喂食的意思 喂食 比如说 like you know Susan feed her dog twice a day 一天喂食 狗狗两次 那feed down呢 就是以什么为主食 比如说baby呀 他们的那个主食是妈妈的 或是牛奶 baby feeds on milk right 以牛奶为主食 但这个feed into呢 就是有表示流入的意思 就表示这个水流呢 他们是流入 就是说这个塑胶 他们是被流入这个海洋 那为什么他们会被流到海洋去呢 因为有这个排水管by drains 就借油 by就是借油这个排水管 然后被流入了海洋 plastic is contained in common household products such as toothpaste and face graft 就是说这个塑胶呢 其实被包含在很多我们常见的 common就是常见的家庭的产品 household products 我们在单字补充里面有讲到这个household 比如说household goods right 那household可以和ishold household items 这些都是家里面常常使用的东西 甚至我们刚刚我们有讲到在单字补充 讲说家室的英文就叫household chores 就是家室 刚刚我们前面讲就是家里面使用的物品 我们就用household items这样子的用法 那household products也是家里面使用的物品 那塑胶呢 它实际是被包含is contained 在很多常见的家庭的使用物品 例如牙膏或者是用来洗脸的face graft 这里面有一些微小的塑胶粒 叫做microplastic 我们可以请同学少注意一下这个micro 就是很微小的 只要英文字首有micro 就是表示很微小的 微小的 微小的 这种微小的塑胶粒呢 比如就是它用 然后它怕你不知道 所以你看它有用一个就是同位语 你看它同位语哦 这里有两个豆点 对不对 它告诉你什么叫microplastic microplastic就是很小的tiny 很小tiny就是很小的塑胶粒 塑胶粒 小小的塑胶粒 那个beads就是猪猪的意思 就是猪子 所以它就说microplastic是什么呢 就是tiny plastic beads 它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在家里面的这些产品面被发现 can be found 可以被发现 in these products there are many plastic fibers in clothes too 那在我们的衣服呢 有很多塑胶的纤维 fibers so when people wash their clothes 当我们人在洗衣服的时候 这些物质呢 these substances 就会go into the water 就进到了水里面了 而这些水呢 它们是被污染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PP当作形容词 被污染的水 被污染的水呢 就会goes down the drain 然后再进到了排水管 那从那边呢 from there 这个there指的就是the drain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些drains啦 就是说这些排水管呢 it finally enters the ocean 那么这个塑胶呢 最后就是进到了我们的海洋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 here's how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here's how this happened 就是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而塑胶是最后怎么样进到 就是海洋里面 就是在这一段里面 很清楚可以看到 就在这一段里面 就在这一段里面 那我们来讲